中国自主研发的AZ600昆龙1003驾机取得了怎样的发展,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其具有怎样的实用价值,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此前,中国自主研发的AZ600昆龙1003驾机在2021年12月26号实现总装下线后,这标志着该驾机机体结构和基载系统安装工作正式完成,全面进入地面连条连试阶段。 项目研制工作取得又一重大进展,近日有消息称,通过自主研发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路两栖飞机AZ600昆龙1003驾机发动机首次试车成功,并且已经先后完成扛电、动力、环控、操纵液压等系统连条连试,且在试车前开展发动机燃油系统、液压系统、防火系统、电源系统、指示记录系统等相关功能检查,完成发动机起工和试车应急演练, 并在完成冷转试验后按1、2、3、4号发动机顺序完成首次试车。 在试车过程中,四台发动机系统状态良好,参数指示正常,这也为其后续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据报道指出,目前AJ600飞机1003驾机首飞前的调试、检查及各项机上地面试验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这也距离其正式服役又近了一步,据悉,AJ600昆龙1003首驾机已于2016年在珠海总装下线,并于2017年在珠海陆上首飞成功。 随后,AJ600昆龙1003驾机在湖北京门、山东青岛分别完成了水上首飞和海上首飞。 其作为世界上目前在研的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采用了悬臂式单翼,前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单船生水陆两栖飞机布局形式。 选装了四台国产窝奖6发动机,外部尺寸与波音737相当,最大起飞重量53.5吨。 AJ600昆龙1003驾机的设计就是按照水陆两栖一击多形的四路来研制的。 其最大特点就是既能在陆地上起降,又能在水面上起降。 此外,由于AJ600昆龙1003驾机的机身下部设计成V型高抗浪船型机身。 所以可以在水源与火场之间多次往返投水灭火,一次最多可挤水12吨,可在距离数烧30米到50米高度进行投水。 在2018年,AJ600昆龙1003驾机在湖北京门成功完成水上首飞,实现了水陆两栖全能,填补了中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能力的空白。 这也是中国航空工业坚持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大科技成果。 加上中国拥有AJ600昆龙1003驾机的飞机设计、制造等核心技术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这样使得全机主要系统国产化率达到100%,成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因此,中国也成为除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国以外,目前少数能够研制这样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AJ600昆龙1003驾机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成为中国建立应急救援体系的重大航空装备,充分满足了中国对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也填补了中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上的颜值空白。 对中国两栖飞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提升国产民机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和加快推进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因为AJ600昆龙1003驾机可以在水源与火场之间多次往返投水灭火,既可在水面挤水,也可在陆地机场注水,可最多载水12吨。 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4000余平方米,拥有高抗浪船体设计,除了水面低空搜索外,还可在水面停泊实施救援行动。 水上应急救援一次可救50米预警人员,在满足森林灭火、水上救援等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用户的需要加改装等必要设备,满足其他特殊任务需要。 此外,由于其具有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特点,所以其除了在水面低空搜索外,还可在2米高海浪的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水面救援行动。 这就为中国提供了开展中原海水上救援远洋航行安全巡护的有效手段。 因为由于海上有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也时常会面临着各样未知的风险,所以这就需要有专门的装备为海上的舰船保驾护航。 此时AZ600昆龙1003驾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凭借其超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精确的搜索能力,这就为海上巡航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并且也使得其成为海上巡航的利器,能够切实保障海上航行安全,并能够随时做好救援的准备,以便可以极大的降低海上风险。 为保护海上安全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AZ600昆龙1003驾机还可以根据海上环境的需要进行改装,以此更好地满足执行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资源探测、岛礁运输等任务的需要, 以及一位一带一路提供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紧急支援等任务的需要。 因此,对于AZ600昆龙1003驾机的使用范围将越来越广,这也将对中国在海上的发展带来重要的促进作用。 除了在这些方面的应用,有专家指出,AZ600昆龙1003驾机,因其较低的应用条件以及强大的航程航速优势,可以应用在南海区域。 由于近期南海的紧张局势,很多国家都对此虎视眈眈,中国在有了AZ600昆龙1003驾机后,就可以凭借它的速度优势,可实现南海的全海域巡航,并在发生海上遇险后,可在第一时间到达南海实施救援,从而可以给这些国家引威慑。 因此,AZ600昆龙1003驾机将成为中国在南海进行巡逻和救援的利器,对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加上由于AZ600昆龙1003驾机装有四发螺旋桨发动机,因此可以长时间低空低速飞行,就适合用作反潜巡逻机,对潜艇形成很好的压制效果,从而也可以予以敌方巨大威慑作用,对于中国各海域的维权将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 因此,AZ600昆龙1003驾机对于中国在两栖飞机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将为中国在海上维权以及海上救援带来巨大的便利,并且因为其具有的超强性能,这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两栖飞机提供经验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中国的AZ600昆龙1003驾机的问世,对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值得一提的是,AZ600是中国大飞机三兄弟之一,是继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运20实现交付列装,C919大型客机实现首飞之后,在大飞机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且,AZ600作为目前世界在研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应用场景复杂,研制要求高,试验验证严苛,此前首架AZ600已先后完成陆上、水上和海上首飞。 据最新消息显示,在珠海AZ600飞机总装现场,一架编号为1005的飞机正在进行总装,目前有四架全新的AZ600飞机生产试验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其中三架将在今年完成首次飞行试验任务,这也标志着AZ600飞机即将进入量产阶段,这也将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信在未来,AZ600飞机的发展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有着更大的发展,我们一起期待吧。